花莲县环保局举办的 花莲县建构花园城市绿美化 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 馆养竞赛活动 经过了激烈的评选之后 李渔潭商圈协会再度获得了 第二阶段的金子奖 18号上午先议员张怀文 特别来到了李渔潭商圈协会 馆养的环境给予支持和祝贺 花莲县政府对于改善 居住环境中杂乱的闲置空地 进行绿美化用心的单位特别感谢 对参与这一次活动的各单位用心投入 优秀改善了县内多出 闲置空地产生的脏乱问题 经过108年及109年 两年的努力改善 让花莲变得更加美好 真的非常恭喜 我们寿风箱一共有两项奖 一项是我们池南村 另外一项奖是树虎村 那池南村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 尤其我们旅一潭 真的可以是说好山好水的地方 空气又很好 很多的活动都在我们这边办理 那这个维护管理真的不容易 必须要有这个李市长率领者 李监视我们的会员 然后共同牺牲的假期 一起来维护这么美丽的一个坛 还有周边的这个花 真的是在这次的得奖里面 感到非常的高兴 也给予最大的肯定以及祝福 建由社区村里共同维护环境 热心参与 让花莲城市质感再提升 美丽的城市需要居民的努力 积大中努力推动的力量 为立玉坛商圈协会 创造更美好的打卡景点 对最开始我们就是 把这块土地来整理 整理出来 本来是中管处的这个观景台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李市长觉得很可惜 还有我们大家的志工 都觉得很可惜 所以把这块土地来任养 规划做一个美丽的公园 我想做起来整个环境 跟美观都吸引很多的游客 到我们立玉坛这个公园 这边来看看 我想真的非常好 商圈协会表示 长期以来 协会就致力于 环境脏乱的整理及打扫 从不间断的志工热情365天 天天保护环境 也给大家有更舒适的旅游景点 现在目前志工总共有16个 然后分每天的话 每天连流两个至三个 就在这个区块 做绿美化就剪垃圾 扫落叶 维护这边的整洁工作 花林县环保局也说 除了加强执行各项无染管制作为 也希望透过绿美化公开竞赛方式 推动全民参与改善 居住环境中杂乱的闲置空地 强化绿富美化腹地 藉由绿美化竞赛 吹起全民美化绿地风潮 让花莲真正成为花园城市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